OK 這是歐美影集推薦系列的最後一集 今天呢 要來推薦剩下來 我們都也覺得很棒的影集 希望在這個防疫期間呢 大家都可以真的去看一下我們推薦的這些影集 因為我們真的是發自內心好不好 非常非常非常真心的推薦給你們看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這些影片的話 底下的資訊欄位置我幫你整理好了 我們可以點去看一下有沒有想要看的 有興趣的歐美影集 那麼我們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吧 然後我自己還有看過一部台灣翻叫追愛總動員 How I Met Your Mother 它其實有點像是我們這個世代的六人型 因為我們沒有跟上六人型的世代 一群好朋友之間的情境喜劇 然後我會喜歡它這個點有一個部分 是因為它第一集 它是以30年後的視角 然後它的爸爸在跟他的兒女說 我想要來跟你們講說 我怎麼遇到你媽媽的故事 他還講說我怎麼遇到真愛的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還沒有遇到真愛 就很懵懂地說 然後我想說那我也要遇到真愛 對 我想說他怎麼遇到的 然後他真的很厲害 他每一集都會拋一些耳給你 例如說他可能某一集就會說 他其實在某個時候已經看過你媽媽的雨傘了 所以他就他會拋一些線索 例如說你媽媽是有一把黃色雨傘的 然後或者是你媽媽其實是我某一個時期 約會對象的室友 然後我曾經看到他後腳走進他的房間 可是我沒有看到他這個人 因為他畢竟是回顧 所以他已經知道媽媽很多線索 所以我那時候看的時候想說天啊天啊 原本就是這樣子 原來你是現在 因為你有推我看 然後我也確實有看 因為也是Netflix最近有 對 有上架 然後我看了一季 我就發現OK好 我好像還是沒有那麼愛 因為六人行我也有看 OK 我好像沒有那麼愛以友情為主 可是異性的友情我比較沒有共鳴 所以我看了一季之後我就覺得 好像還好 尤其他們活動的地方跟我們差很多 例如說最愛總隊員他們去一個酒吧 他們固定有一個座位 這張設定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會看的點就是因為我想要知道他 最後怎麼找到這個真愛這樣 然後那個媽媽出來是沒有讓人家失望 真的是愛到不行 是一個很棒的角色 對是一個很棒的角色 然後第九季就是整季都在講媽媽這個人 跟他的婚禮什麼等等的 所以你們就會覺得Oh my god 但我覺得比較好笑是那些小孩子 就那些小孩子他們就會聽一聽然後就這樣 蛤所以誰是誰不是媽媽 對對對 而且重點是因為他那個時候是預錄的 那個小孩子預錄了好幾種版本 對 因為好像是十年前要先把小孩全部拍完 不然小孩會長大 對對對然後把所有結局都拍過 他說他們拍過不同的結局 要簽保密條款 他們播結局的那天才知道他們選了那個結局 對 超厲害的耶 但聽說結局 這部戲我真的覺得喜歡這種情境喜劇 跑朋友之間的看你會很滿意我保證 因為他的劇本也很厲害 對 很多巧思 但是呢 最後的十分鐘可以不用看 這個是爛是不是 因為最後一集就是 有點像回拒的結局 喔怎麼爛 你知道你看我現在愛的劇那個 權力遊戲也 也爛大爛尾 而且是爛的徹頭徹尾 我現在好怕摩登家庭會爛尾 但我真的覺得摩登家庭比較不會爛尾 他應該就是一個safe 溫馨的結局 難講喔 他可以多爛尾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是不知道好還沒嗎 有多爛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全天遊戲可以爛成這樣 但是我跟妳講 最愛總動員的結局讓妳體會一下多爛 然後妳可能就是低調或怎麼樣 妳講完然後我反應就好好 所以其實不看最後也沒關係的意思 其實是沒差啦 對你只要忘記最後就好 好就不要看最後十分鐘 好我懂了 好那來聊下一部吧 現在看劇最多都從Netflix來 那我要推了兩部 其中一個是 小鎮滋味 喔妳有講過妳很愛喔 喔我好喜歡 可是我真的好神奇 因為他被腰斬了 腰斬了 Netflix why Just tell me why OK 一個評價這麼高的劇 你去把它腰斬 簡單來說小鎮滋味 是一個ㄎㄧㄤ劇 但他卻是神劇 劇情設定是有一天媽媽突然變 類似僵屍會吃人 他叫小鎮滋味的意思 因為媽媽在小鎮吃人 就是吃小鎮上的人 所以媽媽就是一個會吃肉的人 但他又有理性 只是他有時候會偶爾突然想要咬人 然後那個爸爸是一個很神經質的好帥哥 然後為了他的愛 為了他的老婆 他願意替他老婆殺人 殺人 對的一個故事 然後他的女兒很叛逆什麼之類 他就是一個很ㄎㄎㄎㄎㄎㄎ的劇 可是他演了三季 你就會覺得天啊 你的總劇大概到第二季就會爛掉 沒有他到第三季還寫得出東西來 這麼厲害 很厲害 然後我就簡單分享一個就好 某一集他的標題叫Lobuster 就老公蝦 然後呢他裡面前面在講 他老婆就說老公我肚子好餓 我好久沒有吃人肉這樣 然後他老公買市場的雞肉他也不要 他就只能吃神的肉 然後這個那一集呢 他們就經過中國餐廳 然後他就說中國餐廳就是那種 一般海產店那種 外面不是會有很多水族箱 對 他說裡面有那個龍蝦 然後可以直接抓來吃 因為他老公就吃那個嘛 然後後來他自己就好餓 就有一天呢他們就 誤來誤來誤來找到一國人家 發現他們是一個棒球隊 就12個男生全部都崇拜納粹 然後燕女 就等於是一群社會上 大家都會覺得很糟糕 就超不ok的 不應該活在這世界上的人 對 然後他老婆竟然就轉流跟他老公說 我找到我的那個龍蝦了 就我找到我的那個水族箱 然後後來他老婆還留幾條 我忘記了 反正他老公跟劉強說我要去吃龍蝦 然後他就是去殺了其中一個 因為棒球隊有12個人 然後這部戲就是 好可怕 這部戲超血腥 可是卻又 就會有 這部戲很厲害 他一直戳你的那個各種極限 血腥其實只有第一集最血腥 因為我在猜可能是為了要吸引群眾目光 後面還好後面就是只會 這樣噴血 然後不會去拍內臟什麼的 不過看第一集 第一集印象深刻是他那時候 剛變成這樣的時候 他不是狂吐嗎 狂吐 對 對 狂吐超好笑 把你們自己看 因為第一集 他這個變成那個殭屍之前 會有一個正傳 就是狂吐 然後那時候就說 ok 我們現在帶你們看方向 好 那 那個方向 這種鬧劇 好可怕 很好笑喔 你們一定要去看這部戲 真的你們一定要看這部戲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 超好看 我個人超推 然後我要推薦一部也是 英國非常經典的 就是應該大家可能都有耳聞過 就是新世紀福音戰士 靠腰 新世紀福爾摩斯 福爾摩斯 就是現在很紅的那個 班尼迪克 就那個班尼迪克的單眼的 然後他們就是其實就是 又翻完了一次福爾摩斯 他就會演福爾摩斯這個角色 當然他把他的故事全部重講 對他就是講了 欸故事算重講嗎 就是變成到現代啦 變成在2014年 喔 新世紀雖然是 跑到現代來 他也沒有跑到現代 他就是完全設定在 這是現代的福爾摩斯 然後他就是會遇到一些案件 他會去解 然後因為他非常的帥 他就是會很快速的思考 然後這個劇本是非常的前後緻密 他就可能 他其實一開始可能已經想好 他的整個案情的鋪路了 可是他會慢慢的剖析 最後才跟你揭露 他可能 這個事早在他的掌控之中 而且重點是很厲害 他會跟他的華生 因為華生是Martin Freeman 就是他有演過哈比仁的那個主角 然後他們就會 演得有點像CP的感覺 你就會覺得這兩個好配喔 欸怎麼講講又有點重感 又有點感 對 但重點是因為如果你喜歡這種 偵探推理的 而且他的步調很快 可是是有趣的 有趣的 然後他的步調很快 你就會一直 有點像進入他的那個 思想殿堂 他就會講他那個想的過程 叫一個思想殿堂 這看得很爽 很好看 這個Netflix有 那我可以看 我們這一集 會不會變Netflix的業配啊 全部都Netflix的影片 沒有 Netflix看到的話可以寄月 當然Netflix可以寄月卡給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 都是每個月都有在交錢 我跟你講 你講到新世紀 福爾摩斯威斯 那我就想到另外一個劇 因為我忘了列在上面 就是 我們都看過的 什麼 漢泥巴 然後他就是一個超級經典殺人魔 然後他是演中年的漢泥巴 因為電影裡面是老年的 跟那個最後一部是少年的 大家知道Hannibal這名字怎麼來的嗎 因為Cannibal是 持恩魔 持恩魔是Cannibal 那他就故意把他名字取叫Hannibal 因為他是一個天才 他是外科手術的醫生 然後又是心理學醫師 對 傷失什麼的 對 所以他利用他的心理學專業 跟外科專業 害人又殺人 又把人家殺來吃 然後因為這部戲 讓我們兩個最嘆為觀止的就是 美學的部分 就是他把人呢 當成一道料理 拍得超美的 他每一次殺人都很美很美 然後 但我會說像新世紀 福音 對 意思是因為裡面 另外一個主角他叫 Will Graham 也是很厲害他可以在腦中建構 他可以從現場的蛛絲馬跡去建構 犯罪場景 對 然後因為他跟漢泥巴是朋友 所以他找漢泥巴幫他一起破案 替他做那個犯人的測行 結果殊不知 漢泥巴一直在 就是玩那個操控遊戲 操控Will 對 操控他的心智 操控他的心智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他自己犯的案 他們警察在破 就是他還替他們做那個犯人測鞋 然後一直誤導他們 很精彩 可是這部戲超級燒腦 你可能一天只能看一集 或一個禮拜只能看一兩集 因為他一集就是四五十分鐘 對 可惜他也是被腰斬 我在猜應該是製作成滿高的吧 或者是劇本難寫 我記得就三集 然後第三集的集數還比較少 對 因為我記得是這樣子 如果你不怕殺人的劇情 他殺的人其實都算壞人 就是某一個部分 有點像抖魂劇那樣 他其實有點把自己當上帝嘛 然後殺了一些他覺得該死的人 像那個有一個是 一直在破壞環境裡 國會議員 他殺了那個議員 然後在現場他抓了一顆櫻花樹 把人體的結構接上櫻花樹的那個組織 讓櫻花樹去吸收人體的那個養分 所以他就變成一個櫻花人 就那個人死在那個樹苗這樣子 然後他在樹幹中間 超厲害的 藝術品 而且這個東西還有出美術設定劑 就是沒有買 而且你把他在料理人的時候超酷的 他會桌上有那個名牌 然後他就啪啪啪啪啪 名片 對 然後選人 然後選完人以後 他會再啪啪啪啪啪 選部位 六選肝 然後他就再煮一個主菜 而且他還會煮菜給那個主角吃 他們有一起吃過 他們一起 他就會說我幫你們弄一個晚宴 而且他很賤 他會剪接一些就是 煮飯 殺人 料理什麼 而且他不會很寫心的那種 沒有 超優雅的 優雅的廚師 然後切那個人的肝 然後背 然後烹調這樣 因為人魔電影 我先講電影裡面的經典橋段就是他烹調人腦 然後吃人腦這樣 就像人類傷害猴子那樣 就是一個 裡面有一個很自大的警察被他抓到 結果他把他打完 然後他就坐在那邊 然後他就把他腦剖開 他邊講話 他邊切他的腦 很可怕的劇情 然後他切完那個腦的時候 他就直接現切 然後現煎 然後吃 很可怕 他是一個打從心底的一個心理變態 OMG 謝謝 但這部影集我很推 很厲害 那我最後我自己要推的是 我最近才看完的一個影集 也是Netflix 叫我說 Orange is the New Black 勁爆女子監獄 因為那時候我要推薦給別人看 我就說 你要不要看那個勁爆女子監獄 他在講 一個很勁爆的女子監獄 所以這個中文翻譯翻得很對阿 因為就是這個故事就要講得很難 對啦 因為Orange is the New Black 可能就很難理解 因為Orange 是他們囚犯的影子 反正就是 他在講說一個白人女生 因為一件十年前做的事情而被判刑 十年後被出賣被判刑 進到監獄裡面去之後 講的是監獄百態 監獄裡面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個人會到這裡來一定有他的原因 然後他就會透過回憶 透過他當下的行為 例如他現在失控了 他就會立刻切到 為什麼他會變成這樣子的一個人 而且他很厲害 他沒有一口氣把一個人的故事講完 如果這個人會出現很久 他會分 他總共奇蹟 他可能分七季才把一個人的故事講完 所以你一直挖下去 一直挖下去 你就會看到每個人不同的面向 然後因為 會讓我這麼喜歡這部劇是因為 幾乎是精準地呈現著現在美國的 社會的一些現狀 川普商人之後 他就講了一些川普的移民 對於移民的一些政策 會被關的人其實多半都是 比較社會底層的人 社會資源很少的人 那女主角比較特別 是因為女主角是一個白人 是一個優勢分子 有一段劇情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那部劇裡面所有人都討厭女主角 很多人都討厭她 對 然後女主角一直覺得 為什麼大家討厭我 我又沒有怎樣 然後裡面呢 有一集就直接呈現 為什麼大家討厭她 就有一個女生她懷了孕 然後她的孩子她在決定是要 交回去她的原生家庭 就是她的原生家庭亂七八糟 還是要交給一個 有錢的阿姨扶養這樣子 她在猶豫這件事 然後她就問女主角說 有錢人家的樣子是怎樣 女主角就說 我們家沒有很有錢 我們家很普通 可是我們家就是 我以前怎樣 上廁所什麼什麼 然後她就說 什麼 上廁所你們家有不同間廁所 她說 喔對啊 我們家有四間廁所 有一間是給傭人用的 現場所有人都這樣 Excuse me 對就是一臉事在喊 因為女主角就是身在府中 不知府的一個人 OK 對然後我最愛的其實是第七季 因為第七季是講女主角出獄了 然後她出獄的時候 同時也有一些人出獄 每個人出去的時候 遇到的處境是完全不一樣的 然後這裡面有一個 讓我比較印象深刻的劇情是 我雖然這樣算爆了 如果你怕爆了 你就直接跳過這一段 女主角呢 就是她出去之後呢 她因為還在觀察期嘛 是 結果她為了一些事情 她居然就去吸毒 然後被她的假釋官抓到 就驗尿驗出來 她有 用大麻來 不算吸毒 就是用大麻然後被驗出來 然後她的假釋官就說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明知道這樣會害你被抓回去關 她就說我壓力真的很大 我真的壓力超大 我怎樣怎樣開始暴眠她的生活 結果那個假釋官就說 你知道我輔導的另外一個人 她連下一餐在哪裡她都不知道 她怎麼樣怎麼樣 她就開始講大家的主題給她聽 她就說 你要說你壓力大嗎 你壓力有多大 她意思就是說 你根本就不懂這個 大家到底面臨著什麼狀況 雖然說 我覺得雖然就是 你可以有你的壓力 你可以去宣洩 可是 其實這世界上 其實面臨更嚴重問題的人很多 建王林子監獄就在講 這個社會的停留差距 跟人的差異 還有人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有些人是因為 抵禦不了自己的人性 可是有些人 他是迫於無奈 做出這樣的選擇 如果有喜歡 看這種社會縮影的劇的話 我還蠻推薦這一部 我覺得啦 第三季 直接可以讓給人家 第三季不知道在幹嘛 所以第三季可以快轉的看 Ryu也還蠻無聊 但是我妹她覺得很好看 可是第七季 真的是好看到不行 然後可能你一定要看完前面的醞釀 然後中間也會有很精彩 像電影班 他們佔領監獄這種劇情 所以我很推薦這部劇 監獄的話 另外推薦大家一個 可以看一季就好的東西叫做 越獄風雲 Present Break 為什麼是看一季 因為他就是第一季 因為他講越獄嘛 那他第一季最後其實 算是有完成他的計畫 然後他有後面二三四集 就有點越走越糟這樣 所以如果你喜歡看監獄方面的東西的話 你這個可以看一季 那越走越糟 也喜歡看監獄的劇我想到 陰獅路 陰獅路後面好難看 可是前面也是蠻好看 前面其實我們看了好多集啊 我們大學會一起看 然後第二季就會去監獄啊 蛤 對 他們第二季躲到監獄裡面去 對啦 但陰獅路為什麼沒推呢 因為陰獅路後面 我整個晚上就看不下去了 我也是好幾集沒看啊 早起康了啦 對好吧 反正以上今天就是我們 看過的影集 推薦給大家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 很愛看歐美影集的人 我就覺得一定要 推薦給就是 不知道從何著手的人 那或者你也可以分享 就是你看過我們這些劇 你的其他心得 在底下 或者是你可以分享其他 欸我沒看過的 沒有講到的劇 那你也可以分享給大家 對那如果喜歡這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分享 並且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不定的頻道喔 耶耶耶耶 不定很早出片 拜拜